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6月9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能眼 能眼的会员网站是能联系到我的最后平台 网站的域名是3w.财经能眼的全拼.com 里面可以收听能眼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欢迎大家订阅 最近两周黄金一直处于调整的一种状态 走势也让很多投资者比较揪心 大家把握不住 所以有些网友就建议我来讲一下黄金 今天我就正式做一期黄金的节目 分析一下黄金调整的原因和它未来的走势 但是我再次声明 我的节目只是作为大家的一个交流的参考 不能作为大家投资的指导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 因为在上月下旬 伦敦的现货黄金达到了1765美元每盎司 可以说创下了近9年来的最高点 之后就一直处于调整的状态 那么现在是处于1693美元每盎司 这样一个价格位置 15个交易日下跌了4%左右 可以说这个跌幅对于黄金这样的 避险资产来说 那么它的调整是不算小的 还是比较大一点的 但是也不能说特别大 因为这样的调整和3月上中旬 那一波调整比起来还是小物见大物 那一波调整主要是因为美股罕见开始暴跌 导致很多的投资银行和基金 都在疯狂的抛售黄金资产 把这些钱套出来之后 来追加风险资产的保证金 黄金可以说 在那一波是处于被错杀的一个品种 在两周之内就暴跌了15% 那个时候大家投资黄金 可能亏得比较惨 有的人也撤出来了 那么市场上的黄金多头 也就是处于一种丢亏器甲的状态 之后短短三周的时间 黄金开始走出了一个V字形的反转 可以说是收服失地了 而且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错杀的它必然得到额外的补偿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那么这一波黄金下跌 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分析了一下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美国股市的强劲反弹 自三月下旬以来 美股就开始反弹了 而且是比较犹豫 最开始反弹的时候是比较犹豫 后来随着美联储无限量的宽松 和零利率的政策全面的落地 股市后期的反弹 就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大胆了 目前道琼斯指数 已经达到了27000多点 离大跌之前最高的29000多点 已经是越来越近 而拉斯达克指数 在这几天 已经超出了大跌之前的最高点 可以看出美股它的走势 现在是非常强劲的 我们知道美国股市 是美国的第一大金融市场 它超过了房地产和美债 它的走势 对资金的轻引作用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说也是全球资金流向的 一个指挥棒和风向标 而股市它是标准的风险资产 因为股市的波动是比较大的 它和黄金这样的 头号的避险资产呢 是一种反向的关系 怎么个反向呢 就是说如果股市不好 那说明美国整体经济环境就不好 资本为了规避风险 它就会买一些安全的品种 就像购买黄金 相反如果股市好 投资者呢他就会卖掉黄金 来购买股票来赚快钱 逻辑啊其实也是很简单 所以美国最近股市的加速上涨啊 是投资者抛售黄金 导致黄金价格调整 这样一个主要原因 而最近全球比较大的黄金 ETF持仓啊都大幅度的在下降 那么说明市场在抛售黄金 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美国的股市向好 将资金吸引到了股市 黄金遭到了短期的抛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美国的非农数据啊非常强劲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财经关注者 如果不关注美国的非农数据的话 可以说就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财经关注者 就业和通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 和美国财政政策的一个总体目标 相反中国政府非常看重的GDP的增长 也就是经济的增速 反而是处于一种次要的位置 而非农数据可以说就是就业的一个核心指标 美国的经济它好不好啊 市场投资有没有前景 那么看看非农就业的人数啊 就能够大概明白一二了 6月5日 备受市场关注的美国5月份的非农数据了 如期就公布了 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啊 美国5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多少呢 250.9万人 它这个数据是好于预期的 预期是多少呢 预期是减少800万人 试验率呢 已从上个月的14.7% 开始下降到了13.3% 那么这个数据啊确实它的爆炸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 大家想想市场开始是预计美国5月份的非农数据会有800万的失业人口 结果呢不仅没有失业人口 反而还增加了250万的就业人口啊 这中间相差就是1050万人 可以说这种事情呢 是几十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次的 就是相差会这么大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 可以说全世界都被震惊了 所以市场对这次数据的争议啊就非常之大 发布之后呢 像川普啊 他都不敢相信这个数据是真的 可以说 他当时啊 是欣喜若狂啊 他连发了四条推特 而根据我们的常识来判断 5月份还是美国失业的高峰 就业人数呢 不降反增呢 确实是不符合常理的 美国劳工部 他一个发言人就在6月6日表示啊 他说劳工部的统计数据呢 存在错误分内误差 认为如果将那些有工作 但没在工作的人归类为失业的话 那么5月份的失业率啊 将达到16.4% 比公布的13.3%的失业率啊 还要高3.1% 刚才说的 有工作 但没在工作是个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 可能就是停薪留职这种概念吧 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发薪水了 但是单位没给你解雇 那么这个指标到底 应不应该算在失业人口里面 那么根据美国劳工部自己去解释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美国的劳工部将会调整 把非农数据给调下来 市场呢已经提前计价 进行了上涨的一些资产了 将会开始下跌 会补跌 黄金呢 也将会补涨 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看到美国劳工部的这种 调整非农数据的动作 所以我们呢 还是按照市场已经公布的 非农数据来做分析 6月5日 非农数据出来之后啊 黄金价格是大跌 现货黄金一度跌了2% 刷新呢 5月1日以来的最低点 到了1670.98美元每盎司 而期货的黄金 Colomax已是暴跌 非农数据的强劲呢 可以说代表着 美国经济呢 开始非常强势的复苏 那么这是黄金价格调整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是第二点 就是美国的经济向好 避险资产就被抛弃 黄金就是避险资产 这是第二个 最后一个呢 各国经济开始复苏 开始慢慢的开放 那么给市场增加了信心 这是黄金下跌的第三个原因 欧美的经济啊 逐渐开始重启 复工复产了 也带动经济开始触底回升 市场对经济的前景的预期呢 也比较乐观 所以市场上认为 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啊 已经过去了 再加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 可以说市场风险偏好了 它就不断的回升 黄金等避险资产的吸引力啊 就下降了 那么黄金它的上行 也就没有了动力 所以最近黄金的下跌调整呢 主要是以上三个因素造成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析啊 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问呢 这是不是说黄金 已经没有投资价值了呢 手里的黄金产品要抛售吗 当然不是啊 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啊 我也分析过几期黄金 我分析的时候一直都是看好黄金的 从去年开始 当然现在我也不会改变这种看法 去年从六月份开始了 我在多期节目里面 都是建议大家来投资黄金的 或者说换实物黄金 来对冲人民币贬值的风险 而正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现货黄金的价格就开始起飞 从1300美元突破了近八年来的高点 一路是向上啊 短短一年的时间上涨幅度了高达30% 可以说这样的收益率放在全球任何一项资产的投资上 也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投资黄金呢 它是一种长期的行为啊 如果不加杠杠的话 你短期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黄金投资 起码是以年为投资单位来计价 不能看几天的收益 或者几周之类的涨跌 不能眼光太短 一定要长远 黄金它是一个大趋势的 如果从去年的黄金开始起飞算起 我认为黄金三年的大牛市啊 才是刚刚开始 可能大家很好奇 我为什么会看好黄金啊 下面我就说一下我的三点理由 第一点呢 全球经济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 那么在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制中 除了美国目前上 基本都没有看到经济比较强劲复苏的迹象 虽然美国非农就业报告啊 表现非常良好 中间呢 是否有分类的错误 有多大的分类错误啊 姑且不论啊 但是单单一个非农数据啊 它并不能证明 美国的总体经济表现 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包括还有像通胀 赖用品订单 PMI 经济增速 住房等各项指标啊 要这些指标配套着一起恢复 那么才能说明 美国的经济开始恢复了 所以美国的经济复苏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的 更何况呢 虽然未来几个月啊 美国就业市场会有更多的岗位 但是啊 社交距离仍然是需要的 毕竟目前美国还有两百多万人中招啊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基本盘 这些人如果爆发出来 那不得了啊 这也就意味着一些行业呢 可能还会受到影响 失业率会在几年之内都维持在一个高位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啊 也是非常悲观 认为受灾情的影响 预计今年经济萎缩啊 是80年来最严重的 预计今年呢 全球经济萎缩将达到5.2% 其中美国和日本今年将萎缩6.1% 欧阳区将萎缩9.1% 而整个发达国家经济体啊 今年呢 经济将萎缩7%以上 这个幅度是非常之大的 可以说是上世纪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衰退 而发展中国家呢 将在今年呢 出现2.5%的经济萎缩 这也是自1960年以来呢 有总体数据以来的首次 而2021年的经济增长啊 全球只有1.3% 如果今年年底 真是来了一个二次爆发 那么今年明年 全球的经济啊 将更加惨淡 所以宏观经济的萧条啊 就是黄金表现的最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2000年到2000年三年 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 黄金是上涨了24%左右 而2008年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 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内 黄金是上涨了30%左右 并创下了2000美元 每盎司的历史新高 可以看出黄金的走势 和世界军事和地缘冲突的关系啊 它不太大 顶多也是短期的 比如说像海湾战争 黄金是下跌了7%左右 美国911预期的时候啊 黄金 它也只是上涨了3%不到 所以这些全球战争 等一些东西啊 对黄金的影响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反而呢 是美国经济的衰退 对黄金的冲击 是比较深远 比较持久 美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啊 它才会触发黄金的 避嫌属性 而美国目前经济衰退了 可以说还远远 没有结束的时候 全球经济大萧条啊 更没有结束 中国和欧美日啊 暂时是缓和了 但是大家看看 印度 墨西哥 巴西 蓝美 非洲 俄罗斯这些国家就知道 所以黄金上涨 它的大周期啊 我觉得才是刚刚开始 其次呢 全球货币超发 是黄金上涨的一个货币因素 由于受到灾情的影响 全球经济停滞不前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 各国的央行啊 像金融市场它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呢 都在纷纷印钞 放水发钱 迄今呢 可以说已经有21万亿美元注入了全球的金融市场 用于应对本能经济危机的刺激措施 大约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3% 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了 可以说这足以将全球年度的产的黄金 买下来120次 买120次 但是这仅仅它只是一个开始啊 后续还有多大的刺激措施 可以说我们大家都不好说 短短两个月啊 美联储呢 它的资产规模呢 也是从4.2万亿 快速的扩张到了6.7万亿 扩张的力度可以说也是空前的 因为增加了55%以上啊 这是基础货币啊 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增加这么多 大家想想这个速度都恐怖 那么这还是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的 美联储它为了旧经济进行的无限量的宽松 为美元大量的注税 同时呢 也为黄金上涨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们知道黄金呢 它是以美元标价的 美元的橙色如果下降了 那么黄金必然受到追捧 美元的发现量大了 那么黄金必然价格会上涨 虽然现在呢已经不是金本位的时代 但是黄金作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呢 它作为一个贵金属 还是可以作为货币的抵押物的 给货币作为背书 它还是有这种属性 毕竟呢 黄金是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那么没有美元 你有足够的黄金 你也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啊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像中国 俄罗斯等一些国家都在抢购黄金的原因 说好听呢是在去美元化 说了不好听呢 其实就是用黄金给本国的货币来增加信用 所以只要美元它无限量的宽松不结束 宽松的美元只要它不回收 只要欧洲日本中国等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呢 它不停止刺激经济 黄金呢它的上涨就不会停止 而面对自1930年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啊 全球主要的央行 它除了量化宽松和降低利率 好像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所以我认为黄金它上涨的大周期啊 才是刚刚开始 最后呢 美元它的实际利率下降 我认为这才是黄金上涨最根本的动力 大多数人呢 对于黄金的理解都留于一些表面 比如说黄金的避险属性 比如说都知道黄金是抗通胀 比如说黄金和美元的走向是反比例的关系 我前面说的几点呢 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在说的 那么这些说法其实都没错 但是啊 我觉得没有说到最根本上面 其实从最根本上来看了 决定黄金走势的是美元的实际利率 只要弄清楚了美元实际利率未来的趋势 那么黄金的涨跌也就自然非常明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是美债十年期实际利率和金价的走势对比 可以说完美的反比例关系 两者的相关系数是负0.87 实际利率下跌啊 往往意味着金价就上涨 那么近一年多来 美债的实际利率它是一路下行的 所以黄金呢 在一年多了也是随之水涨穿高 那么什么是实际利率呢 这就是相对于民意利率而言的 民意利率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平时大家都关注的像美联储降息 中国央行降息 这些其实都是民意的利率 而实际的利率啊 它反映的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利率水平 用一个公式表达就是说 实际利率它是等于民意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 如果说民意利率是5% 但是如果通货膨胀达到了6% 那么对于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面的人来说呀 它就要亏1% 因为通货膨胀比民意利率还要高1% 那么这个负1%就是它的实际利率 黄金是一种非升息的资产 那就是说持有黄金它是没有利息的 因此呢 当实际利率上涨的时候啊 对于升息资产来说 实际回报率啊 它也会随之升高 相对应的 对于黄金这种零利息资产啊 可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尤其是真实利率水平为正数的时候 持有其他资产将会比持有黄金更有吸引力 因为它的收益是正的 而黄金是零利息 而当实际利率下行 尤其是进入负值区间的时候呢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民意利率是5% 但是通胀呢 到了6% 所以实际利率就是负1% 这个时候 你持有其他的资产呢 就都是在亏钱的 而只有持有黄金 你就不会亏钱 这个时候啊 黄金的吸引力 它就显示出来了 说白了 这其实就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问题 实际利率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因为你持有黄金的话 你就得不到持有其他资产的实际利率 如果其他资产回报率上升 那么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呢 也在上升 这个时候 投资者就会放弃黄金 而追求深息资产 所以金价它就下跌 相反 其他资产回报率下降 甚至变成负的 那么意味着 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呢 下降 这个时候 持有黄金的意愿呢 就会提升 它自然就利好黄金了 既然实际利率 它是民意利率 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结果 所以要想判断未来金价 必须从这两个因子来入手 哪两个因子呢 就是民意利率和通账 看这两个未来怎么走 我们现在看民意利率 它是涨还是跌 美国的民意利率 是由美债十年利率决定的 自去年美联储开启降息通道之后 推动美债利率 进入了一个快速下行的趋势 目前美联储已经降息到了0的水平 而美联储是世界的央行 它要为世界各国提供货币 如果它的利率是负的 那么其他的国家 怎么持有它的货币的 所以它是不能降到为负的 况且美联储在负利率上 表态也是非常谨慎的 川普曾经建议美联储降为负利率 结果美联储死不松口 所以未来美联储民意利率 继续下降的可能性 可以说已经非常之低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胀 对于通胀预测的方法 一般有两种 一种就是通过分析宏观的供需状况 预判通胀的走势 一种就是分析其构成项目的价格变化 来预判通胀的走势 在通胀的构成项目中 原油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那么油价的变化 它会直接影响向人员交通 还会传导到食品的一些项目上 所以油价的变动 会在很大程度上 它影响通胀的走势 那么油价与CPI的相关性 在0.72%左右 这是正相关 油价上涨 CPI基本上上涨0.72 就是油价上涨1 CPI上涨0.72 这个相关性还是非常之强的 可以说油价的走势 它对通胀有非常强的拧心性 自灾情以来 需求减弱 导致油价大幅度的下降 阶段性的 也拉跌了通胀水平 油价下跌了 又倒逼减产 成为一种现实 市场机制 它自己在发生作用来调节油价 通过减产 维持必要的价格水平 那么除了欧佩克 加上常规的主动减产之外 还发生了一些被动性的石油减产 像美国的夜夜油 它因为油价下跌 很多油井就关闭了 那么伴随着欧美 慢慢开始解封 需求了它再恢复 而供给端 由于前期油井的关闭 企业的退出 会出现比较大的供需的缺口 油价的反弹速度 我觉得未来也会非常之快 那么类似的情形 于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油价的反弹 可以说是非常相像的 随后出现就是通胀水平的回升 因为油价上涨 那么通胀也自然会回来 说了这么多了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在那个实际利率的公式里面 已经为0的民意利率 在未来它没有下降的空间 而通胀它还会继续回升 所以实际利率 未来将是负数 而且会一直下降 这才是黄金持续上涨最根本的动力 也是最核心的决定因素 在未来民意利率相对稳定的背景之下 通胀预期将会推动黄金的价格 进一步上涨 所以综合起来看 不管是世界经济的萧条 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的货币的超发 还是美国的实际利率下行 并变成负数 都可以看出黄金 它有长周期上涨的一个基础 我看有一位华尔街的激进激励的人 他就预测呀 低利率和高通胀 将使得未来十年内 黄金的价格接近每盎司5000美元 那么金价是否能在未来十年 达到5000美元呢 我不好说 但是未来两年内占上2500美元 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于黄金呢 我的乐观情绪还是依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我声明一下 我的节目只是用来和大家做交流之用的 不作为投资的指导意见 大家自己投资的话 注意风险 好 再见